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癌症会让很多人误以为是咽咽 就以治疗咽咽的方法去治疗 最后才发现是食道癌 要知道食道是我们摄取外界食物的一个必要的通道 没有它就无法让人吃东西 营养没有办法进入到体内 那既然食道这么重要 那什么症状的表现是食道癌呢 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三种症状 就一定要引起重视 首先呢 吞咽困难 食道癌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吞咽困难 吞咽困难啊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感觉到下咽比较困难 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注意呢 不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种症状呢就会越来越重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进食固体的食物比较困难 而到最后呢就有可能发展为啊 吃流制食物的时候也很困难 所以呢 一旦有这种吞咽困难的情况 一定要重视的 那第二个表现呢就是有一种异物感 异物感呢就是总感觉啊 有东西粘附在这个食道上面 但是呢有咳不出来什么 也咽不下去 即使去喝水冲呢 也是有这种异物感 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重视起来了 因为呢很多食道癌的患者啊 都会伴随有这种感觉 那么都是由于最开始的时候不重视 导致了食道癌发现的时候呢 已经是中晚期了 而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一个胸骨后的疼痛 一般呢病情发展的疼痛 那就麻烦了 比如说啊食道癌当中的一个胸骨后的一个疼痛 这种呢一般都已经不是早期了 这个往往是食道癌中晚期的表现 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胸骨后疼痛啊 都是食道癌 所以呢建议出现此类情况的时候呢 尽早去正规的医院就诊 根据具体的身体情况来配合医生的治疗 好了我们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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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